画面中可以看到花莲的鲤鱼潭监视器被地震摇晃到整个都已经一位 大石鼻山的监视影像也都被震歪 民众在家中的吊灯跟监视器也都拍下了地震发生时的惊险画面 您可以看到摇晃程度是非常的大 在今天早上7点35分左右 花莲地区这起规模6点3的地震深度是只有9点7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全台都有赶 带你来看现场画面 哇 这也太大了吧 突如其来的地震吓坏了不少的民众 今天早上7点35分后 7分钟内就一连发生了三起的有感地震 气象署也发布国家级警报 镇度四级的地区有八个县市 包含花莲 台东 宜兰等地 大台北地区也有三到两级的地震 早上地震发生后适逢上班上课的通勤时间 也吓坏了不少的通勤族 目前还没有传出灾情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最新状况